新冠肺炎疫苗注射 请往这边走 拿着大神工广播快来打疫苗 这里不是医院 而是在台北车站内 为了提高施打率接种站 也正式进驻 12月5号到12月9号的下午1点到8点 由三总的松山分院进驻北车 设立接种站 而且打完疫苗之后 还能拿到100块的全联礼券 首日准备800基莫德纳 前一天才接到指令 马上派了20位医护支援 当然赠品也是一部分用因 不过更重要的是 选在人来人往的车站内 方便性够才能吸引到民众 刚搭车从花莲上来台北要回家 然后就刚好看到 之前怎么都没有在预约平台上打 因为一直约不到 我有预约然后我就忘记 所以就 然后今天刚好路过就看到 然后就想说顺便来打一下 同样人潮多的 还有这周开城的新北耶诞城 是否看准大家来拍照打卡 12月5号下午2点到6点 以及12月11号到1月2号之间的 每周六日 下午2点到8点 市府内二楼西侧回廊 也能随到随打莫德纳疫苗 持续充高涵盖率 尤其最新宣布 24个场所的从业人员 要强制接种 盘点四大部会向学校 补习班 KTV 长照据点等从业人员 强制要求打满两剂疫苗 才可上工 从明年1月1号上路 除非曾确诊过 有免打疫苗证明 或医师开吏 不建议施打证明 出招规定都得打疫苗 即便第二季正式达到 指挥官陈时中说的 六成目标 但开国门还是言之过早 毕竟现在又有 Omicron变异株 中央地方疫苗催打 可说是卯足权力 TV的新闻综合报道